被哈佛大学精神病教授定性为精神病,特朗普可谓是非常的尴尬,确实不少人都觉得特朗普很疯狂,完全不按常理出牌,没有固定的套路,也没有相应的规律,并且无视国际规则,无视诚信,完全是美国天下第一,美国优先,不少人称特朗普为疯子。 但我们真的应该感谢这个疯子,虽然他的步步紧定让我们很不爽,虽然他总是不断热视,让我们很难受,但是他却在无形之中帮我们一个大忙。 可谓送来了一个神助攻,正是因为特朗普的一次次决战宣言,正是因为特朗普的非套路操作,才让我们尽早的认识到了问题。 特朗普的疯狂,让那些挑拔美国的精英,届时届时到了真实的美国,随时撕毁合约,完全不讲信誉,所谓的自由和民主,得的普世价值与契约精神,都完全是欺骗其他国家的工具。 当然,特朗普的疯狂也让多数民众,认识到了亲美地者的虚伪和无知,让世界认识到了,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霸,美国优先是美国最大的政治,拳头才是美国最大的道理。 特朗普用自己的疯狂,找不少崇洋内外者的内心受到了严重打击,因为分裂的美国社会,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。 让很多向往美国者开始望而却步。 当然,特朗普最大的贡献,就是亲手拆散了西方的盟友体系,让看似结本一块的被约变得内混不断,矛盾不断爆发。 特朗普这样的做法是为了确保自己对欧洲的控制,当然也暗中帮助了我们,因为被约的团结,对于我们也是最大的威胁。 特朗普的步步紧逼和不时发出的决战威胁,让我们确实认识到了,核心技术才是大国竞争的根本。 没有核心技术随时都可能受制于人,落后就要挨打,这个道理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。 所谓的妥协理论,跪拜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,只有硬气,只有站直了才有说话的机会。 特朗普的疯狂还帮我们认清了仅仅靠于了明星是成不了世界强国的。 只有靠一大批科学家,靠一系列的国际竞争力的企业,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。 特朗普的疯狂,让我们确实认识到了,确实应该重视实体,确实应该重视核心技术,确实应该尊重科学家,确实应该尊重学性。 强刚的军人,没有核心技术,你将永远为别人打工,没有核心技术,别人想怎么搞你,就怎么搞你。 没有核心技术,我们的未来都将是幻想。 美国步步停闭面前,很多人突然发现,小鲜肉和娘炮是保护不了国家的,因为他们主张投降和服软,只有硬气的真正男子汉,才能充当祖国的脊梁。 世界的历史永远是强者书写,弱者只能是别人餐桌上的菜,丢掉幻想,准备斗争。 喜自勿国的例子比比皆是,应当少支持娱乐明星,多支持科研人员,多欢迎出现学许多多个年入过亿的,而对的那些高收入,气质,进行严厉清算打压。 我们都知道,国家和民族的真心发展,靠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,而科学技术是要靠一万个一代代的科研人员竭力尊严,奉献才能成就的。 而只有靠科技强国才能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,才能不被任何国家卡喉咙卡脖子,主动权才能回到我们自己手中。 所以,面对曾经貌似劳不可破,的强大的美欧联盟,现在出现了百年难得一遇,得分崩离析的迹象和机会。 中国人要把握,尤其是中国政府,把提高科研人员科研成果放在众中之众,积累服食,提高待遇和地位,坚决打压娱乐致死,内无国无民的不当高收入,还设会一个清正联名的良好传统风气,决战来临。 自朗普送来神助攻,直接北约的尽兴国人,中国必胜,叙利亚平民受化武袭击,就像挖了美国老家的祖坟,就报复是政府,多么美丽而虚伪的谎言。 他真的就那么关心叙利亚老百姓的生存,叙利亚难民是谁造成的,化武袭击这块周修布,年满了多少平民的鲜血? 这是莫大的讽刺,所以稳定,强大,团结的中国才是硬道理,国人应当擦亮眼睛,清醒头脑,放弃幻想,坚定斗争信心,坚定斗争意志。 当敌人明目张大地暴露邪恶,在我们面前挥动拳头的时候,我们在梦中惊醒,与虎蒙皮已成过去,以前不行,现在不行,将来更不可行。 当然了特朗普的疯狂,为我们赢的最后胜利,增添了重要法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0 ½ Thompson 转发